为了推广马六甲的文化及旅游景点魅力 中国知名艺人范冰冰于星期五 6月14号来到了马六甲 并以2024马六甲旅游年亲善大使的身份 展开为期三天的旅游行程 行程首日就来到了红屋区与粉丝朋友见面 他也到封星巷的马中游艺广场 与五妹娘壁画拍照打卡 为了一睹国际巨星的风采 不少大马民众一早就聚集在红屋区外围 现场也有来自中国、新加坡等其他国家的粉丝 不辞千里也要来见偶像 戴身穿娘脸服的范冰冰出现后 景区内尖叫声四起 范冰冰也来者不惧与粉丝合照 并送上亲笔签名 接受访问的民众都认为 委任范冰冰为马六甲旅游大使 将为当地带来积极贡献 吸引更多游客前来发掘马六甲的美 我觉得它很好 因为她是国家的颜色 所以她可以带回 甚至从中国的主要地 香港、台湾都可以带来 其实从全世界 因为她有一个大富士的颜色 会吸引更多国外的游客 因为不是常常会看到范冰冰出现 所以看今天都蛮多的人来 本身马六甲就是很出名的一个港口城市 然后再加上有范冰冰这样的国际巨星 然后双赢吧我觉得 而日前参与五妹娘壁画制作的中国画家 人大称也坦言 自己是因为范冰冰才首次到访马六甲 尽管在修缮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 但马六甲的一切都让她大赞没有缺点 困难就是那个架子很高啊 而且我也人生地不熟 但是这边人很热情啊 都在帮我的忙 帮我抬架子 给我送水 给我拿吃的 还给我风扇锤 哇 很暖啊 真的心里 我觉得这边除了热 没有任何缺点啊 在接下来的两天行程 范冰冰将继续走访马六甲的各大旅游景点 不想错过与范爷见面的民众 就应该趁此机会到访马六甲 感受与范冰冰走在同一片土地上的魅力